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成立的基金 申请司法复核 要求教育局公开行为失当教师的资料 教育局局长杨润鸿强调 局方一向按程序处理教师投诉 梁振英的803基金向法院申请 要求下令教育局局长杨润鸿 披露被裁定行为失当教师的名 任教学校和案件细节 他们都有写过信例 经过律师写过信例要求 我们都回答了他们的看法 当然如果决定去法庭上 当然是不满意我们的看法 这件事因为已经展开了法律程序 我想我交给到时在法庭上去处理 他强调教育局一直跟逐程序处理教师投诉 认为现有机制已经有足够保障 我们做的都会是跟逐程序去做 也都会务强达到不枉不重 而在拼整程序里面 我们都有要求学校 是要去我们那里做一个查询 就是说看一下这个老师 比如第一他是否一个注册的老师 第二过往有没有一些牵涉到一些个案 他说教育局以发警告信等形式处理投诉 是希望给机会教师改善工作 梁振英不认同 谁知道这个老师收到一封信之后 他真的会改过自身呢 在一些政治立场的问题上 他们是会很坚持的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 就算他们不坚持了 他们真的改过自身了 他以后在课室里他不再说这些东西了 教育局知道吗 他又说家长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教育局应该公开资料 750万人被蒙在股内 没有人事 教育局绝对有选择学校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教育局在学校是非常非常重视 我们不能够只是从教育局 或者学校或者老师角度看 我们办教育不是为了为教师提供就业机会 办教育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的正当的正常的成长 梁振英认为在考虑教师私隐的同事 也都需要平衡公众利益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